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蕾1です 我们这一次龙泉活动的极限战觉醒角色 终于可以觉醒上来了 老实说对比去年来讲的话 今年度的极限战觉醒真的是非常无聊 至少来到这个时间点 去年是狗鸡大跟布罗利拍到爆炸 然后今年就非常的无趣 讲这是凡无趣的 这场虽然说塔比网能力也算是还ok啦 但是想要让他完整发回 目前也只有两个队伍 要么就是有抽到司空传业者的那个大特 要不然的话就是希尔德纲 然后两张都没有 所以这一次的话只能让他发回到170%这个样子 可是不过啦 他的这个特殊帖子贴上去的效果 还真的是不错看 对比我们现在的很多新卡来说 他的这个剑在一边 有那个蓝色的光芒一直在那边闪动着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能力方面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太特殊 比较特别的就是他刺到红组之后 所extra辅助的啦 是20%的会心力 这个在去场版Hero Team里面来说 带来相当不错的效益啦 而且他自己就可以转红组了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棒 如果是面对去场版Boss的话 又必定会行 然后自己的话啦 有吃到红组30%的回避 第二颗红组开始 每颗就可以再增加10% 吃到三颗红组 多得就有50%的回避能力 就以一个辅助角色来说 算是还不错啦 然后吃到三颗珠行动后 还可以有extra再加工方80% 这一点算是他比较优秀的地方 作为辅助啦 嗯 但是这一次要把他拿来做主力的话 就有一点怕怕啦 哈哈 那么这一边的话 他的潜能点 因为当初点了这个会心啊 老实说其实 如果还没点的朋友 现在要点的话啦 这个五点是严装的嘛 另外的六点全部给去回避就好了 然后就有15连6回避 然后再用潜能力把那个回避给推上去 我觉得是alright 那么连接是练满的啦 这一次跟他做搭档的啦 是2021年所推出的勇者兄弟啦 因为可以有辅助嘛 这一次想说就让他尽量发挥 然后等一下啦 有机会的时候 两回合攻防20%再提升 对 那么又是Cellumax 哈哈哈 因为剧场版BOSS嘛 才有特效 不要让他回避 打布罗利的话 禁回避 打这关可以回避 所以就alright啦 那么就这边直接出发吧 Let's go さあいきましょう OK 这个顺位 漂亮 直接 Combination Match Let's go 然后50%的辅助 那么这一轮的话 直接是最强状态啦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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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转足 可是这边啦 他们的Combi不是那么理想 因为 Tabillon啊 会把这个隶属的Tabillon 所需要的红足 给他们转个六 哈哈哈 连接 五条 那么 行动前的防御率是36万6 然后 在行动后 会再加多一个80% 差不多增加多一个30万 然后 再有一个1.3 所以 应该可以去到780万 左右的防御率之类的啦 嗯 然后 他又反馈回给这一位 32万 然后 他行动之后 是不会有增加任何的 可是 每一次必杀的话 13%的减伤 会提升 那么 这边总共受到的是 欸 50 50 等下 多少啦 突然间算不出来 50加 40 90% 90%的辅助 OKOKOK 对 嗯 没办法全满 不过这个样子 Alright 不过这一张啦 这一张的队长机 没办法吃满 只有吃到胆点罢了 哈哈哈 不过算了 没关系 他出来的那个 机会不是那么的多啦 嗯 对 那么就让我们见识一下吧 4颗红竹马 刚才吃到 就 60% 30 30 60%的回避力 Nice 然后 1000万的火力 可以吗 这个 可以这样 阿联的普攻 比较可惜一点 不过不过不过 OK啦 然后 为机场版Hero 我们的二号位 提供 40%辅助 再加上 20%的彗星 多 555万 嗨 20 可以啦 哈哈 20%彗星 20%彗星 残念 这就是20%彗星的力 有啦 有啦有啦有啦 触发到了 185万 单边队长啦 无法多 那么你就自己加油吧 狠狠 还行 还行 扛克属还是扛得过去的 大丈夫です OK 这边的话 嗯 我看这会个样子好了啦 这一位 移过去 因为这一个的话 可以提供到 40%的 啊 40%的辅助 啊 对啦 我吃掉利鼠猪干嘛 哦 做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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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算啦 不过这一轮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 诶 对 比古的伤 再击 408万 不过下一轮的话 辅助就会少掉一个位 少掉50% 哦 哦 迪克啊 迪克就有随便吗 几单啦 随便你敲 呵呵呵 真的是随便你敲 太硬了 诶 1693万 哇 这个歹头他是 走攻击型的 非常非常的猛啊 他的活力 203万 这边的话 70%的回避力 全剧场版肌肉 嗨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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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o 靠 被打到一下好痛 OK 血量 血量即使50%以下也没用啦 他这边应该是上限的 勇气跟复活是连不到的啦 34万 就比上一轮少掉了2万多 同样啦 红猪 可是 麻烦 吃掉好了 1 2 3 4 4 多了30%啦 60%的回避 一样啦 60%的回避 一样啦 60%的回避 OK 超必杀 有 这边的话就OK 那么 威斯的话 下一轮再登场 是立 提 面对提鼠 OK 这边我们就开掉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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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轮 他可以开主动机过后 攻防会有20%再提升 哇 等一下 又有那个树木范的辅助 哇 漂亮 可以期待一下 下一轮 嗯 下一轮 哈哈 虽然说讲说 是有点小无聊啦 这个期限jack 因为没有去年那么high的关系 可是他的能力 W的能力真的是不错 这样看下来的话 还真的是不错 20 Koji Koji Karo No Koji Err え~~~ Wiz有开的吧 Wiz OK有 确定一下 28万 23万 跟10万的防疫力 好惨 哈哈哈 队长带错了 可是不带悟空的话 这边又很难打 然後還有另外一張是小特朗免費卡的極限債 那一張也是不錯 還可以的地步 然後1673萬 這個火力老實說是蠻舒服的啦 採新狀態配上多重輔助過後 那個火力真的是到位 然後配上他的迴避力 啞了啦 嘿嘿 278萬啦 我們的狗漢 喔 OK 雖然說不會去到很高的防禦力啦 但是配合Wiz的情況下是不死的 嗨 這邊的話又多了一個40%的輔助 應該是Alright了啦 那麼這邊可以連結了 沒有沒有連結 看一下 3...37萬5 呵呵 37萬5 然後 我們很久違的一定要看的 Tavion Minosia的主動機 Let's go OK 大家的攻防能力20% up 45萬 43萬 哇這個45萬乘以1.8 呵呵呵 大概多一個40萬 85萬再乘以1.3 喔 破百萬的防禦力應該是有了吧 那麼這邊的話我看8顆豬 這個樣子 因為克屬嘛 可以 然後這一邊 1.2.3.4 4顆紅豬 60%的迴避力 然後最後一邊 最後一邊 いきます はい 完全葛 沒有意思 然後火力面殺可以去到784萬 不過更期待的是我們的Tavion技術的勇者 可以去到什麼地步呢 1195萬 媽媽媽媽 不錯了啦 呵呵 必定會死 喔喔 欸等一下等一下 待咯 你今天 應該說這一輪你連擊了兩次 兩次都失普攻 呵呵呵 這個防禦力 即使中必殺也沒有什麼問題了啦 太過誇張了 OK 好啦 那麼這邊差不多也該要結束了 大家也是看完的嘛 他的那個基礎能力啦 當完全俩起來的時候是很猛 可是一般啦 我們拿來作為輔助 他會吃不到這麼多連結啦 欸 懂 這一位嘛 因為像 有英雄 頭腦派我們還有機會 因為配合比 配合那個比克的話 還是可以的 可是他沒有頭腦戰類別 很可惜 如果還有頭腦戰類別的話啦 可以去到比克的隊做打工 然後輔助比克 讓他的那個會心力提高 然後這個精確的輔助 這兩個是有機會做得到啦 可是 英雄啊 勇氣啊 這些都不太容易啦 嗯 所以一般出去的話啦 可能他基礎就只有一個 20出萬的行動前防禦力 然後行動後去到40萬 50萬這個樣子最高 最重要就是他本身的那個 迴避力有啦 紅族稍微留給他的話 那就OK OK 那麼這邊既然要結束的話 就 Let's go 有輔助 有輔助 然後連接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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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接三條 還有 還有 Tabion and Minosia 的那個 20%跨回合輔助 大家也是可以想像啦 就是這個樣子啦 相當的 Come back it 哇 那個 Tabion and Minosia 20%的那個 跨回合輔助啦 大家也是可以想像啦 就是 布馬的第七回合開上來 呃 17%嘛 這個20%是更加多 而且是持續兩回合 可惜啦 他就是 只有那麼一次 如果他的那個基礎 輔助是更加好的話啦 可以在對裡面打工的 嗯 嘛嘛嘛 但是這個 提升上來 就還蠻舒服的啦 這一發龍拳 直接幹爆 哈哈哈 OK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輪的Tabion 的極限Zack覺醒 就 實戰能力來講還不錯 而且這邊只是170%罷了 那麼 等到200%的隊員啦 就是勇者兄弟也極限Zack之後啦 應該會更加的好用一些啦 是期望啦 後續 就看看怎麼樣 近期來講 應該是沒有什麼會用到 然後剩下的就是 劇場版Hero Team 是真的是可以把它帶進去 如果沒有封 迴避的關卡 因為有那個迴避力 再加上 有一定基礎的防禦力 就沒有到很高啦 但是還可以 不要有全體攻擊的情況下 是可以用的啦 嗯 就看後續啦 因為現在劇場版2的 那個紅曲還在走著嘛 看到後面怎麼個樣子 屬性不要太差的話啦 可以帶著它出去 嗯 好啦 那麼這次的影片 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呀 馬上 拜拜